你知道我喝的是什麼咖啡嗎 該不會是宏都拉斯吧 就是宏都拉斯 這杯咖啡會不會走味啊 我知道委員的主要問題的核心在哪裡啦 就邦誼的部分啦 那這部分我想外交部還在做最後的努力 照目前我們的外交處境跟民進黨 執政黨的外交戰略的走法 我很擔心一件事情 我們現在現在14個 會不會接下來13個 會不會這樣一直掉掉掉到後來變成說 你連要去過境外交的理由都沒有啊 巴拉圭會不會是下一個 目前巴拉圭一再跟我們強調 台巴的關係非常穩固 我跟你講去年賴清德去參加 宏都拉斯的這個總統就職的時候 他也說我們跟中華民國的邦交穩定 現在巴拉圭我們也跟你警告 今年巴拉圭要大選對不對 相關的候選有提到 如果他在野黨當選的話 有可能會switch這個邦交 如果照這樣的走勢走下去 巴拉圭也會出現危機 宏都拉斯現在這個走位的咖啡 以後你連過境的理由都沒有 所以我剛才提到嘛 如果美國那麼在意中華民國的對外邦交 你們外邦不應該跟他談一下 恢復跟中華民國的邦交啊